Ultra-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FRA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大家晚上好 能不能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欸怎麼辦我最近都被這首歌洗腦 20年前的16吋等於現在的18吋嗎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這樣說欸 因為你看那時候的馬力數據 搭配16吋就很進崩了 現在車的馬力數據是不是比較高了 然後就旅圈也放大同步嘛 官網的車子可以多一些排序 像年份里程之類的嗎 我跟你講齁 對很多人對我的官網有很多要求 什麼字要大一點 或是增加什麼排序 我講實在話啦 我整個官網裡面就那五六十台車而已 說實在的 你把這五六十台車看完齁 花不了你三分鐘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們已經花了很多錢 再增加很多的功能 然後再加上前面的升級也花了蠻多錢的 所以可能暫時齁 這個介面上面我應該不會再去做更動了啦 那也謝謝很多觀眾朋友網友給我建議齁 叫我們怎麼改怎麼改 那事實上我們已經改過蠻多次 加了蠻多功能進去了 可能因為每個人看網頁的習慣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暫時 我可能沒有辦法 迎合每一個人的想法啦 所以說就請大家委屈一下 車子就這幾十台而已 一下子這個 當作打發時間把它看完就好 那而且我們最新上的車都會在最上面 所以你看完你就舊的車 你應該都擠在你腦海裡 你如果看個兩三天 其實你應該就知道什麼車是新的 什麼車是舊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應該不太會再去更動了啦 因為真的花了有一點多錢 對啊真的花了有一點多錢 那我是以我的網頁齁 當初我請工程師發包請人家做 我就是以簡單清潔乾淨明瞭為原則啦 所以有人說介面還不錯 我自己也蠻滿意的 就是你手機看 或者是你網頁看 其實都蠻簡單大方這樣就好了 對啊 啊用太多功能 我覺得反而有一點卡卡 對啊 好不好 再麻煩一下委屈一下啦 因為不是什麼大公司那種 搭X91啊 SXM 還是有的沒有的 人家比較有錢的 做的網頁比較漂亮啊 他們車這麼多啊 幾百台幾千台幾萬台 當然他們那個網站要花很多錢 做很多功能啊 欸我不是7-11耶 我是你們去路邊北宜公路那路邊那 古早的鑑馬店雜貨店 啊對於我這種雜貨店來講 我有做一個網頁已經很不錯了耶 哈哈哈哈 對吧 我有做網頁已經很不錯了 我不是那個什麼聯盟有的沒有的 你知道嗎 沒有賺這麼多錢真的 沒有那種財力你知道嗎 交車當天慢慢確認車子會很GY嗎 不會啊 我們交車都要一兩個小時耶 我跟你講啦 你去問所有你的朋友啦 我不知道新車交車要多久 我新車交車也很快啦 你去問所有 在其他除了小司以外 買過二手車的朋友 有沒有人交車 像小司一樣拿一個交車確認表 點交表 一樣一樣的點交 一樣一樣教你功能 我們交車都一到兩個小時 有跟我們買過的車 我不知道現在線上官員有沒有 跟我們買過的交車的 我們交車都一到兩個小時 最少啦 我們一樣一樣點 一樣一樣確認 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燈光 所有的東西正不正常 電瓶量測有的不的 我們交車都一個小時以上 交到客人覺得說 你可不可以放我走了 我現在很開心 我買的新車可不可以讓我開走 不行 不好意思 點完才可以走 所以你說交車一樣一樣點 很GY嗎 我覺得在我這邊是還好啦 別人那邊我就不曉得 人家怎麼想 女朋友會等到很火大 你整死人多久才花幾十萬買一台車子 雖然是二手的 好好的確認 尊重 尊重 尊重你自己賺的錢 你自己辛辛苦苦賺的錢 這個換成你喜歡的樣子 要尊重 你跟女朋友講要尊重 交車前檢查車況 避震器有勝負 因為會說免費處理更換是真的嗎 真的啊 我跟你講小紅 我們有標準啊 你如果避震器交車前 我們做全面的檢查 避震器有異音或是漏油 符合其中一項我們就是換 而且我們不會換一隻 我們一定換一對 最少換一對 因為一對才會平衡嘛 不是前面兩隻 就是後面兩隻一起換掉 當然如果你對邊都漏油 那我就是全部四隻都換掉 就這麼簡單 沒什麼好講 我們每一樣零件都有一個標準 那是真的啦 而且換新的 我沒有在換中古的 你避震器這個最簡單啊 我講坦白話 我跟大家分享 通常以前我在其他車廂上班 避震器有漏油這件事情 第一個 能洗乾淨就洗乾淨 客人就不會發現 然後客人交車也不會發現 因為洗乾淨了嘛 客人回去開三個月 四個月五個月漏油 不干我事了 避震器也是消耗品 我今天才去拿一本聯盟的 保護手冊回來看 避震器 你要灰 你要灰 那就是消耗品 要不然呢 還有一個第二種方法 有些稍微好一點的車行 你避震器有益陰 試車會被打槍嘛 客人來試車就會被打槍 就不會買了 或是漏油 他們會去找中古品 去找中古品 換上去 沒有益陰沒有漏油好了 那你回去我管你多久以後 才漏油 你回去有漏油有益陰 已經不干我事了 因為你已經交車了 白牌計程車 你如果是白牌計程車 像小黃被檢查出來 檢查不出來啊 白牌計程車的話 你就看里程就好了啊 他如果他里程開的不多 保養的好 當過白牌也沒關係啊 對不對 我認真講就是這樣嘛 搞不好有一些工具人 像阿呆那一種 他雖然沒有在接客 可是他當工具人 幫人家載電腦 幫人家搬家 對不對 他也已經類似是白牌了啊 對不對 阿呆工具人也類似白牌了啊 原先買車等級為該車種的中階款 對於後來的高階款的配備很想要 於是去外場加裝 這樣賣車的時候收的價格 是否就不會加上參考那些所謂的高階配備 只會以當初買的等級來收購 呃...有可能會高一些些 但是呢不會像你當初高階款那麼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貸款 因為建價那個感覺就很像齁 你本來齁買在 我舉例啦齁 忠孝東路上的門牌的房子對不對 後來你轉為這個買到巷子裡面 忠孝東路後面的巷子裡面 好一樣是一樓 那你跟我說你加了配備裝潢了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銀行的建價 你就是貸不到那麼多對不對 你已經轉到巷子裡了 也許錢買的錢是一樣的 你巷子裡面加上高檔的裝潢 你花的錢等於在忠孝東路上面的房子 是一樣的價錢 他不整理的價錢對不對 但是問題來了 你真正在銀行建價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還是在忠孝東路巷子裡 忠孝東路上的房子呢 還是建價的比你高 類似這種感覺 你說銀行的建價會不會影響到行情 股車會 因為我跟你買太高回來 想買的人都貸不到那麼高啊 因為你是低階的車款 要買的人去辦車貸的時候 行照一看你的型號就是 不是高階的車款 他就是以中階低階的車款來放貸 對不對 那造成賣價沒辦法提升 本來一般的車 你自備一成至兩成 剩下都可以分歧 就可以買到這台車了 結果因為你帶不到 要叫人家自備三成 自備四成 那不是每個人都拿得出來 所以一定 因為你當初買的等級 絕對會影響到你日後的產值 那你說你家的配備會高一點 會 可能會比原本的中階的車款 估價再高一些些 但是還是不會比原本高階的來的高 有可能 我跟你講這個有很多 我的經驗裡面 輪胎的抖動當然最常見就是輪胎平衡跑掉 平衡跑掉其實蠻準的 你只要超過100公里才會抖 那大部分有八成一定是輪胎平衡跑掉 那我有遇過幾個傳動軸的問題 也會抖動 我還遇過變速箱的問題 很屌 很久以前一台西美的 它的那個觸發的那個場景 很像輪胎平衡跑掉 就是你開到100公里的時候 你開始覺得你的輪子有點抖動 查了輪胎都是好的 傳動軸都是好的 到最後才發現是變速箱的問題 它在某一個齒輪 某一個轉速的時候就會抖 那個很少見 但是我遇過 這個不是屬於常常會遇到的偶然 很久很久才會遇到一台 變速箱也有可能 方向機也有可能 所以其實原因蠻多 但通常有八成 你如果是在100公里以上才發生 基本上多為鋁圈平衡跑掉 我想真的 這一兩年買二手車 比較熱門車系的朋友 其實這一兩年開車折價都不會太多 有一個客戶跟我們買一台CX3 好像現在說用不到車了 這客人開兩年了 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才遇到的事情好不好 我覺得這一兩年買二手車 熱門車系二手車的人真的很爽 你看喔 我講給大家聽喔 他跟我買一台18年的CX3 在民國109年的8月時候買 現在剛好是民國111年的9月21歲 剛好過兩年 18年CX3他買的那時候 現在是四年車 兩年前買才兩年車而已 對不對?兩年前他買的時候才兩年車而已 他到現在用不到車要賣掉 我跟你講 柯P問我說 跟他回收多少錢 還沒有成交 我們只是跟他講 我們回收的價格 跟他當初買的價格差不到10萬塊 也就是說 他當初買的價錢跟他開兩年 現在賣給我 如果說他保持得已 沒有給人家撞到 沒有給人家發生什麼事故的狀況之下 他差價不到10萬塊錢 你們自己去算有沒有比租車還划算喔 第一個 他那時候買的兩年車呢 至少還有一年保固嘛 對不對 他買的時候兩年車嘛 差不多還有一年的保固 然後 剛過保固期 其實你也不太有什麼東西換 你了不起一些煞車皮啊 機油保養 那你們去算 兩年的CX3的稅金 1萬7 3萬5左右 兩年3萬5 稅金嘛 牌照稅燃料費 再加 我們算差價10萬好了 折10萬 10萬加3萬5的稅金 折10萬加他這兩年花了3萬5的稅金 13萬5千 好這兩年我們假設他一年開1萬5好了 好不好 兩年開3萬公里保養6次 一次大約3千塊好了 368 1萬8千塊的保養費 13萬5千加1萬8千的保養費等於15萬3千 那其他的停車費 油錢我們不算嘛 因為停車費油錢 你不管你開什麼車都得花嘛 對不對 再好15萬多 我們再給你加換一些耗材 煞車皮也好啦 碟盤也給你換啊 什麼換一些 7X3兩三連車 三四連車換不到什麼東西啦 假設兩年花16萬 你去除以 365乘以2 730天 你看一天多少錢 16萬除以730 一天多少錢我來算 假設他花16萬兩年嘛 除以730天嘛 一天219人 乘上一個月30天 你租這台車一個月6575塊 大概就這樣 你去哪裡租車 可以租到一個月6500的租金 加油錢不能算進去 因為不管你買什麼車 你只要開車你就一定要加油 對不對 我覺得加油錢停車費不能算 好啦 即使你們自己去換算啦 即使你租了車位 即使你加了油什麼 你把它算進去 我跟你講一定比租車都還便宜 我跟你講疫情這一兩年買車的人 真的比租車還划算 我講真的是這樣 但你當然你要買的是主流車款 你要買主流車款 保險費沒算到 但保險費看你保什麼險啊 保險費你也把它算進去啊 一年假設都保秉四的 一萬五千塊左右 你給他算兩年也是三萬 再把它加進去 你用19萬去除也OK啊 我就算20萬好了啦 保險費算進去 20除以730 一天273塊30天 8200 我把秉四險兩年都算進去 你租這台CX3一個月8200 你去哪裡租 很便宜啦 但是我覺得現主流車款啊 坦白說 你如果買一些比較沒那麼主流的 你例如說我昨天剛遇到一個 那個保時捷的馬康 他光上個月問我的價錢 跟這個月問我的價錢差20萬 他要把他的馬康賣掉 他上個月問 假設他上個月問我抱我260 可能他這個月問 隔一個月問剩240 那他是主流車款沒錯 但他是高級車款 再加上說因為一直到年底 可能他會跟著市場 比如說如果假設保時捷陸續 新車有交 那馬康出來數量多 價錢就掉下來 那一掉就很可怕 沒有啊不只馬自達折的少啊 你如果買到比如說喜美九代啊 COROTA的車系也都一樣啊 都沒什麼折啊 福特啦福特可能就折 三代的MP3就折蠻多的我覺得 可是福特的車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他在新的時候其實折價還好 但是他越舊到一個程度喔 就是我在講的那些像Skoda啊 VAG車系的 其實他們到一個年份 稍微舊了以後 那毛病開始出來以後 其實問題就陸續會浮現 對啊所以新的福特恩奇講的19年的 比較新的這個世代的 基本上折價也還好 但是你如果等到他4年5年以上 那折就折很多了 CRV也是啊 HRV也是啊 Cienta啦 等等Artist等等 這一兩年沒有什麼折價啦 真的沒有什麼折價啦 這一兩年買的真的都賠不了多少錢 真的你比租車都還划算啦 保濕呢不用講 那冷門車折價一定兇的啊 他折價是一定兇 我要講的是主流車款喔 好不好 685喔 第一年6月買第一年 我覺得第一年至少要20萬 我感覺是大概要在50萬左右 因為你想想看啊 裕豐你想想看喔 來這跟大家分享一下行情好不好 剛好裕豐有在問喔 你看他問我 第一年一定是折最多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我說我估計要差20萬是這樣 今天一台新車定價68萬5的車子 原廠沒有便宜個5%嗎 5840寫0近4 5630 也要整個34萬塊嘛 所以你等於大概65萬左右 你可以到手 不算他們有一些瘋狂促銷的時候啦 好假設65萬可以買到新車 新車一定會有折價嘛 那我今天我是一台二手車 即使是6月開幾千公里 好我如果我跟你說55萬 我假設裕豐說的有沒有55 那55回來我要賺個一成 我要開60萬 那我就請問線上的300多位觀眾朋友 我今天一台二手開幾千公里的 新車65萬 結果小事要賣60 顏色你還不能選 格勒紙你還不能選自己喜歡的格勒紙 配件還不能跟業務凹 也沒有開箱的那種樂趣 那會怎樣 小事會怎樣賣不出去 因為沒有賺到的感覺 你知道嗎 沒有價差的感覺 大家都想說我買新的就好啦 我就買新的 我差到5萬塊嗎 對不對 5萬塊我沒差 我差的是50萬嘛 有50萬我就可以買雙B了 可是差5萬你會不會覺得 而且再來一個是 Yaris它不是一個需要等的車子 不是一個熱門到需要等的車子嘛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更大的價差 才會誘發消費者想要買的那個感覺 當然我覺得站在車主的立場 當然是賠越少越好啦 那當然我現在是跟大家分享 站在車商的立場 有人說保固我跟你講 裕豐的Yaris也還有保固 對他6月買的保固差兩個月 3個月而已像9月而已啊 所以保固我覺得還好 就差3個月 Yaris保固 沒保固其實Yaris也沒什麼大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說我評估 我覺得我跟運方可能大概在50萬 賣車商的話我覺得 為什麼因為50萬如果假設我賣個53 55 對不對一到兩層嘛 一層啊55啦 那跟68萬感覺起來有個13萬的價差 對不對 吸引人喔 60萬的車有13萬的價差 已經這個六分之一超過了 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差價了 那買的人才會有感覺 才會想買 所以這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要買這個這麼新的車子 我們要去評估新車公司的折價 而且很危險喔 我剛剛還是算一般 685的5%的一個折扣而已喔 有時候新車在開銷有兩台車的時候 在衝擊銷的時候 欸你不要看喔 如果Yaris一台可以不用60萬就買得到了嘛 那我就掛了 我如果萬一我去買了玉峰 不管50萬給他買還是50萬給他買 我都掛 只要原廠一個折價一個促銷一個比賽 我就掛了對不對 他們有時候有一些領牌庫存車丟出來就死了嘛 他只要拉到折價 5萬的折價變8萬 你就掛了 如果當初買SWISPOR就幾乎沒虧 沒錯 所以這個就跟市場 所以我剛剛講 Yaris不是那種會常缺車的東西 那都做一大堆等著賣的東西 對不對 那大小火你知道嗎 對啊 我做一堆來等你來買 我不怕 遇風說他自己55萬也買不下去 對啊 所以這個有時候就是一個感受的問題啦 我們也要站在消費的立場 欸如果是我 這個車子 幾個月的車 跑幾千公里 如同新車 我懂我知道 小試賣的我也有信心 一定是檢查過沒有問題他才會收 問題來了價差不夠大 沒有誘發我想要買的感覺 對不對 新車還在貸款想賣 還有錢可以拿嗎 或是錢都拿去付貸款 不一定啊看你的車啊 很簡單嘛 你的車買100萬 你貸款還有80萬 然後你現在賣掉假設還有90萬 那你就找10萬回去啊 清完80萬貸款你剩10萬 如果萬一你貸了80萬 結果現在外面都估70 不好意思你還要貼10萬 就這麼簡單 所以還有沒有錢可以拿 看你是什麼車看你貸多少錢 對不對 有人100萬的車貸80 有人100萬的車只貸30 所以我也不曉得你的數字是怎麼樣 好啦那大家晚安啊 拜拜 Ultra-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rodo 百年欧系刹車品牌 得您信賴 大家晚安 再見 再見 有五個月 讓我收拾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有五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